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节假日 里面还暗藏着一个巨大的天机 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又将来临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 这个复活节中暗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天机 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重大预言 我们都知道 复活节在英文中叫Easter 那么为什么叫Easter呢 一个跟基督教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女神的名字 怎么会成了复活节的名字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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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